图中这名英军少校名叫罗伯特凯恩,他被誉为二战中最优秀的英国军人。 凯恩带着士兵空降到荷兰时,意外遭遇了德国重型装甲坦克分队。 而他们只有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和迫击炮,根本无法穿透德国坦克的钢板,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 硬扛肯定吃亏,凯恩没办法,带着士兵们撤到附近的奥斯特贝克,德军六辆坦克一路追击而来。 面对坦克,步兵们即使一拥而也是徒劳,坦恩为减少不必要伤亡,派了一个赶死士兵去炸坦克。 不料,士兵被坦克碾死,死状惨烈。 凯恩悲愤焦急,操起反坦克武器就往前冲。 他手下的士兵一把拉住了他,劝他别去送死。 凯恩道,我不上,谁上?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在这。 他让其他人全部撤退,独自一人拿着反坦克武器,远近到隐蔽位置,对着德军坦克一顿猛轰。 由于打得过猛,把射筒竟然发生爆炸,凯恩的眼睛在实性失明。 半小时后,他恢复了视觉,又拿起了其他武器打坦克,直到打光所有的弹药。 在这场阻击战中,凯恩独自面对六辆坦克,其中有四辆是虎石坦克。 凯恩打一枪换一地,德国人搞不清楚对方有多少人,不敢贸然前进,只得暂时撤退。 凯恩和他的队友们,全部安全扯出战场。 撤到后方前,凯恩还特意替了替脸上的胡子,士兵们问他为什么还有心情替胡子,凯恩打,怕啥? 德国人既然撤退了,就不会这么快回来,招什么急,替胡子费得了多少时间。 凯恩其应用表现,凯恩扎后被授予为多利亚十字勋章。 他的事迹应了那句老话,战略战场,怕死反而死得快,不怕死,往往不会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